要在现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一带一路国家间 信息和文化融通的太阳 首先这条路就要足够宽 在通信卫星上是传送信号的重要部件 转发器通道的数量决定了以通信卫星的能力 而亚太9号卫星在通道 转发器越多实际上它可以给大家提供的带宽就多 常规计算应该是在有48路 为了用户更加灵活地去适应市场 不同的转发器之间是可以切换的 应该算起来应该有80多个 巨大的太阳能翻版和强大的动力系统 让一颗卫星承载更多的通讯设备成为可能 市场上成为一颗成功的商业卫星 这条太空思路还天上延长一年寿命 那么你这个价值 亚太9号卫星是在国产东方红4号公用卫星平台上 研制的大容量转发器 使它的通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除了可以提供卫星电话和电视广播信号传输等功能外 它服务能力的增强设计 此前这些地区的通信卫星运营商 主要是用美国和欧洲生产的通信卫星来提供服务 亚太卫星公司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卫星公司 完全凭你的性能价格具有优势 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成熟的卫星运营商 所以亚太9号卫星 它打破了过去由美国 欧洲卫星制造商 长期垄断国际上主流的商业通信卫星市场这个局面 应该是具有领生病意义的 这是一集的 有领生病意义的 还算是有领生病意义的 就是在收藏 它是一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